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阅读和思考的经文是取自历代志向28章19-21节 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弃,大大干犯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昆尼斯上来 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 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 并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 这也无济于事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犹大王亚哈斯 亚哈斯记者寻求亚述帝国的援助 甚至将耶和华殿里、王宫中和首领家里所有的财宝都进贡给亚述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亚哈斯之前不愿意参与反亚述的北联盟 以致遭受到亚兰和以色列联军的入侵 同时,位于犹大南面的渔东也趁机来侵犯攻击他们 掳掠他们的子民 以及位于西边的腓立士人 也在亚哈斯面临四面楚歌的时候前来攻击他们 并且共战了他们的诚意和众多的乡镇 因此,当亚哈斯面对各路敌军的入侵 以及难以抵抗他们的攻击时 他心中非常地焦虑 如同乐过上的蚂蚁,既需要寻求援助 最终,他选择看得见的强大势力 亚述帝国 令人惊讶的是 亚哈斯反而没有选择耶华这一边 他没有选择专心寻求耶华真神 并寻求他的援助 从经文中,我们知道 亚哈斯不仅是去对耶华神依靠的信心 甚至还放肆得罪神 亚哈斯万万想不到 原以为将大量的金银钱财进贡给亚述王 可以博取其援助 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 亚哈斯不但没有得到亚述王实际的援助 甚至还遭受其欺凌 亚哈斯他做了错误的选择 他选错了边 选错了可以真正依靠的对象 他没有选择耶华真神 以致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天在生活或信仰上 都要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们要如何在每一次的选择时 选对的一边 确实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判断 尤其处于各种危险时刻 或紧急之中所做的选择 都要非常的谨慎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就要操练做对的选择 从犹大王亚哈斯身上 我们被提醒和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功课 选择错的一边 付出的代价非常惨动 最后的结局 不但得不偿失 甚至还被对方欺凌羞辱 若是选择对的一边 维卡尔牧师相信 结局肯定会有所不同 除了得到神的眷顾 和保护之外 喜乐 平安也会随之而来 记住 一定要选对边 寻求帮助和依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祢 感谢祢 借助圣经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 真正依靠的是祢 恳求祢 赐给我们智慧 使我们晓得如何做出明知的选择 使我们能够行走在和神心意的道路上 并灵受祢 并灵受祢丰盛的恩典与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